从这几个开始咱们学习表的操作 在数据库的设计之中 表的操作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我们的数据可以看到 都是存储在一张一张表里面的 所以说我们在设计数据库的时候 首先就要对我们的很多信息进行划分 分类 分好类以后然后建立相应的表 在表里面 每个字段里面要填入什么样的数据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字段的设置 当把表设计好以后 使用者就可以直接往表里面填入相应的信息 表的添加与删除 当我们建立好数据库以后 它会自动弹出一个表的建立 那这个表的建立呢 如果你需要它你可以右键单击对它进行保存 如果你不需要它的话 你可以右键单击在它标签上右键单击选择关闭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我们没有存储 这个表呢 就不存在 那我想创建这个表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通过呢 创建功能显像卡 切换到了创建功能显像卡以后 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表 我们指向它 它会告诉我们 创建一个空表 可以直接在新表中定义字段 或在设计仕途中打开表 那我们单击下它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又出现这个表1 然后呢 它冒认了会有一个ID字段 然后接着呢 我们可以创建第二个字段 那这个字段呢 我们呢写上 比如说叫姓名 好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再单击这里 再添加一个字段 那你单击了这个创建 新字段以后呢 它会要求你选择这个字段的类型 所存储的数据类型 我们选择短文本 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上地址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表假如说 我已经设计好了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地方 右键单击 对它进行一个保存 或直接通过这个保存按钮 也可以啊 快捷键是Country加S 会弹出呢 另存为的对话框 在这起上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叫它通讯 然后单击下确定 好 那这个时候这个表呢 就设计好了 我们呢 可以在这个表的标签上 右键单击把它关闭掉 这是一种创建表的方式 我们再次单击一下创建功能选项卡 在这里面呢 选择表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会说 在设计试图中 新建一个空表 可以添加之段 设置所有选项 以及执行其他 高级表格设计任务 那我们呢 单击一下它 在这里面呢 它就创建了一个表 那它要求我们自己来 输入相应的字段 第一个字段呢 我们还是输入成ID 那类型呢 在这里边 我们可以选一下 一般这个ID呢 我们都会选择 自动增长型 也就是说 你添加一条记录 它的数字会变 好 我们来选择一下 来看一下 有没有自增长 叫什么 自动编号 好 接着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来设置一下 叫什么呢 姓名 那它里边所要的放入数据类型 是什么呢 是短文本的 那我们再来写一下地址 这个地方呢 要放的数据呢 也是文本类型的 短文本类型就可以了 好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标签上 右键单击选择保存 然后呢 接着在这里面 起上一个名字 叫通讯2 然后当机确定 它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说是尚未定义组件 一张表里面 可不可以不要组件呢 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它就有提示 组件不是必须的 但是呢 你应该尽量呢 定义这个组件 一个表 如果你定义了组件 才能定义该表 与数据库中 其他表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有多个表 这个表与表之间 如果有关系的话 那么你就需要定义这个组件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选择是 我们会发现呢 它会自动把第一个字段 设为一个组件 我们选中它 就可以看到 这个组件已经按下去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右键单击把它关闭掉 那我们等于说 创建了两个表 那这就是创建表的两种方式 那如果我不需要某个表 怎么办呢 比如说这个表我不需要了 我们可以直接选中它 然后呢 来看一下 这地方有一个删除啊 是在开始功能选项卡下面 有个删除 它问你真的吗 你担机它是就可以了 好 我们担机它否 还可以呢 直接在这个表上面 右键单击 下面也有个删除 它问你真的吗 你担机它是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删除掉 好 这就是关于创建表的两种方式 加上删除表 我们可以看到 是通过这两种方式 表的设计与修改 那么所谓表的设计呢 就是指对它的字段进行了相应的设计 那这个字段里面要放什么样的数据 以什么样的方式 让用户来使用 等等 所谓的修改呢 那比如说我已经设计好了 我发现不合适 我就需要更改 我们先来进行第一个更改 比如说我觉得它的名字不太合适 我们可以选中它右键单击 来看一下呢 有没有关于表明的更改 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有一个重命名 选择它以后可以重新 设置一下名字 好了之后回车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一种更改 再来看一下呢 就是关于它字段进行更改 我们可以直接对它进行双击 好了以后呢 我们呢这个时候就进入到这个表的数据 表示图下面 然后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设置 怎么设置呢 比如说这个里边 我希望这个字段里边呢 能够放的是文本 类型的数据 但是呢 我不希望这个用户放特别多 我只允许它放四个字符 那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呢 把光标放在这个字段内的 里面的一个单元格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字段 单击下它 这个地方就可以来更改它的类型 它刚好是短文本 对着的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关于它大小的设置 我们说了要放几个 四个 我们就输入四 好 那我们呢 来输入一下 好吧 尝试一下 是不是它能够限制 比如说我们输入 我们 都是 好孩子 大家可以看到 只能出现四个 中文 那如果是放英文的话 会放几个呢 我们输入了五个A 对吧 可以看到 也只能放四个 这样的话呢 那么 这个用户呢 就不能乱往里边呢 输入数据 我们规定它输入多少 最多能够输入多少 它就只能输入这么多 好 这是通过哪一种方式来设计呢 是通过 数据表里边的模式 啊 试图方式 那么 当然也可以把它切换到 设计试图模式来进行设置 我们可以呢 在这个标签上 右键单击 选择 设计试图 我们可以看到呢 你直接双击 它打开的是数据表示图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方来切换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呢 进行设置 啊 比如说我们还是设置这个 姓名 这个字段 选中它以后 通过这个地方呢 可以更改它的数据类型 现在是短文本 对吧 那就是短文本 那现在呢 我们需要它能够放六个字符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地方有一个常规 这地方有个阅读啊 我们选择常规 下面就有个字段大小 然后我们在这里改成几 六就可以了 当你把光标放在这里的时候呢 这面其实还有一些说明啊 在该字段中 所能输入的最大字符数 啊 可以设置的最大的 指4255 也就是说 最多 这个短文本类型 它只能承受多少个字符呢 也就是255个 再高就不行了 好 那么这是 在设计师图方式下 来进行了字段的更改 那么如何能在设计师图下面 再切换成数据表 师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个师图啊 通过这个地方 就可以切换了 他说必须保存 因为我们刚才更改了嘛 等一下试啊 可以看到 什么又过来了 那通过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也可以再切换回来 所以这两种师图呢 你会发现呢 很轻松的进行切换 而且他们都提供了呢 关于字段的详细控制 那么我们呢 就可以轻松的切换 然后呢 轻松的进行呢 操作 只是说到了这个数据 表示图下面之后 一定 如果你想对这个 里边的字段进行设置 一定要切换到字段 这个功能选项卡下面 设置字段 我们已经呢 打开这个标 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三列 也就是有三个字段 如果你觉得不够 你可以增加一个字段 我们可以直接单击 这个位置 选择一种类型 也就是这个字段 所要的放的内容的类型 我们选择短文本 起下一个字段名称 比如说我们叫它学校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增加了一个字段 如果我们想删除这个字段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呢 选择 这个字段 也就是你在这个字段的名字上面 单击一下 它就选择了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好 目前是在开始选项卡 下面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看到这个删除 单击旁边的小三角 是不是就有一个叫什么 列 它问你真的吗 单击一下是 这个时候这个字段就删除掉了 好 我们再来添加一下 名字我就不改了 就用字段一 我们也可以直接切换到字段功能悬显卡 这个时候呢 这个地方也有个删除 你单击一下删除 其实呢 默认的就是指你光标所在的或所选的这个字段 问你真的删除吗 你单击一下是 这样的话这个字段呢就删除掉了 那现在呢我们是在数据表视图下面 如果是在设计视图下面 可不可以增加字段和删除字段呢 答案是可以的 我们在这里面右键单击 也就是在这个表的表现上面右键单击 选择设计视图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字段名称对应的列 我们在这输入学校 类型呢 为短文本的 接着我们对它进行一个保存 再次切换到呢 数据表视图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增加了一个字段 好 我们继续切换回来 切换成呢 设计视图 那能不能删除呢 答案是可以的 选择这一行里边的任意一个单元格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叫什么 删除行 一定要记住是在这个设计选显卡下面 默认的其实它就在这个选显卡下面 我们当机下删除行 真的吗 当机下是 别忘了保存一下 好 再切换回来 可以看到 这就没有了 所以呢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增加 字段和删除字段 那么再来看一下字段 它的位置能不能改呢 比如说它现在是在哪里 左边 如果我想把它呢 改放到地址的右边 我们呢 直接在它的名字上面 单击选中这一列 按住鼠标不放进行拖动 直接拖动到这里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的位置呢 就发生了变化 好 我们呢 再切换到呢 设计视图 在这里边呢 指向 最左边 选择这一行 按住鼠标不放进行拖动 那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改变它们的 位置 好 改变好之后 别忘了保存一下 字段类型 那么我们的 这个字段 里边是要放入相应的内容的 具体要放什么 这就是类型的选择 例如这个地方 我准备放年龄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单击 应该选择什么 数字 我们输入年龄 这个地方呢 我准备放 它的 生日 那于是我们应该选择什么 日期和时间 好 这个字段呢 我准备放它的收入 那应该放什么 货币类型的 这个地方呢 我要放 它的电子邮件 我们单击一下它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 超链接 好 这个地方我准备放它的照片 我们选择什么 附件 好了 那么当然它在这呢 提供了很多种类型 那么我是在数据表的方式下 来选择这些类型 那能不能 还有能不能更改呢 比如说我已经给它设置了类型 我还能不能更改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不太合适 我不想用 日期型的 我想把它改成 文本型的 当然没有问题 选择它 通过字段 通过这里面 你就可以呢 重新选择 当然我们如果是在设计师图下面 那么我们呢 通过这面 也可以很轻松的进行更改 至于说它这个字段的名字 那改起来更方便了 你通过这直接改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了 我们准备放它的什么 照片嘛 所以它默认的叫什么 字段1 我们自己改成照片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次保存一下 切换到我们的数据表实图 这就是关于呢 常用的一些类型 用是什么 小眼镜 乱坚